這個球就投得很有膽識 其實也沒有退路 我覺得只能決戰 對戰 如果你再投外球的話 上外球那更糟糕了 好 滾地球出現 結果三游防線被打穿了 打穿之後的防線 兩名跑者回來得分 鄭根宇跟著李仲旭 兩個人都跑回來了 金泰軍的三游圈穿越安打 帶了兩根打點 安國隊在第一局的攻勢 就從李仲潘的手中 攻勢了兩分 經常的讓自己處於一個球數的落後 對於投手來講是非常辛苦的 尤其是面對這麼強而有力的中心打者 所以盡量把好球趕快搶起來 然後適應才會的好球帶 這樣會投的會比較順利一點 然後連續三個保中 其實他壓力也很大 其實根本沒有在投壞球的攻勢 他又碰到中心打者 他更處於劣勢 金泰軍的安打這個兩分打點 打擊輪到的是李大浩 李大浩也是一位非常恐怖的中心打者 他今天還要擔任三壘手的守備的工作 這位來自於樂天巨人的球員 他是在2000年被巨人隊第一幾名選進 哇這一球這一球這一球接到 在左外野深遠的方向被潘武雄 在Warning Train的地方 接殺掉了李大浩深遠的飛球 這個太漂亮了 要不然可能又要失分了 終於製造了第一個出局者 又是一個在內角 或許吧 就是因為夠內角 所以讓這個球呢 即使被拉中呢 並沒有過大強 打在稍微細一點的地方 他的擊球點有比較近 因為他是一個滑球 但是滑球這個角度 其實是對這種大炮球的打擊者 是相當危險的 對 對 還算運氣還算不錯 好打擊奧倫到的是 衝性手 今天是打DH的工作 這一種打反方向球出了GY 他也是來自於印第安人的球員 他在01年到06年呢 是在西雅圖的水手隊 06年呢是到了印第安人隊 在08年呢 他在印第安人隊的初賽是94場 打的率是3場09 這球還是偏高 韓國這個拳手倒是第一次看到 從電視總播上這樣看到 其實可以 還有我觀察啦 因為這是國家隊徵兆的 然後有可能碰到的機會還是有 他打這一次的經典賽 他的出發點很單純 是 就是為了要解除兵役的問題 因為韓國跟我們一樣有兵役的 這樣的一個問題存在 所以他呢是為了 希望能夠幫韓國隊打出好成績 然後呢把自己的兵役問題一定的解決掉 基於這樣的一個考量呢 他接受了韓國隊的徵招 哇 還是偏高啊 但製造出了一個出局者之後是很驚險啊 外野深遠的飛球接殺掉了李大浩 但是投手 現在李正昌還需要更多的出局者 他今天這個地方哦 已經測試過很多次了 南韓的打者 尤其是左打者呢 通常不會被他給引誘 這就是特別介紹這位來自於印第安人的球員 3場09的打擊率 有14發的全力打 66分的打點 這是他在08年印第安人這個成績 這球打成了飛球在界外區 那邱信手他的 嗯 在西雅圖水手隊哦 在農場的成績呢 是相當的受到水手隊的 呃 情感報告的一個肯定 呃 他也入選過04年的未來之星哦 哎呦 還是一樣哦 又是一個走那一次 他今天這個位置怎麼投投不進 他今天所有的四敗球保送哦 這位球都是投那個地方 就是在內角的 左打者的內角的地球 其實這個是看到是壞球 他不容易出棒 那如果你要投這個位置 要稍微靠 靠本來版這個 這個他們內角的位置 嗯 這個 如果你要投滑球也是一樣 稍微靠中間往 好球帶掉 他才比較容易出棒 他因為李正昌的滑球速度算有 所以一揮一棒沒有沒有 擊球點沒有抓好 其實借外球很多 嗯哼 那如果你要太靠近身體 他又不容易出棒 對 會形成外球 其實就是浪費一個成績 好打球到的是李靜應 哦 李靜應 真的是非常非常 當老謀生算的一名球員 他上來之後 你看他抓著 你正常第一球就打 他知道你剛剛投完保送 你想要搶第一個好球速 他就反擊到思考 來抓你第一個球攻 對 這個是常有的這種狀況 我們也一直會盯你投手 保送完 尤其四個壞球連續以後 第五個球 下面那個打擊者 一定要特別小心 因為他一定會抓第一個球打 他在南韓的職棒已經 十年的資歷 哇 這球被拉起來 打成了一個右半邊的飛球 這個飛球已經是留不住了 Great Slam 想要繼續搶好球速的結果 就被李靜應 打出了一個滿斷炮 所以剛剛不斷地提 這名選手真的是 非常的有職棒的經歷 從上一屆的經典賽 直到此刻 你都會看到這名選手 但是手臂在打擊方面 他非常非常冷靜的一面 他其實 你說拳打會不會打很多 其實只是OK 在08年一個賽季 他不過就是打五八八球打 但是他就是非常恐怕 他有那個很豐富的經驗 做他的後盾 這個球會比較高一點 當然真的是經驗 他第一個 比正昌第一個球 他就出棒了 其實我們大概知道說 其實他打出去的界外景 他就被他拳來太帥了 他就這樣看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